我叫做腳掌上面那一節的金屬位 它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細緻 修理這個架,不是浪得許明 按一下 好光啊 它朋友的感覺就是它遷就了你很多東西 你不需要很害怕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玩具TV第26季第6集 剛剛玩完一條很長又大又硬的東西 其實本來這次的賣點是一條又長又軟的東西 沒錯,確實是又長又軟的東西 就是魚乾 好,拉遠一點,這次要介紹的就是千夕年 鐵機巧 沒錯,幸好你聰明我 鐵機巧這次出的樂迪文 其實我不知道應該是樂迪文還是火棒 你當我自己 加了一些想法 因為它本身兩個形態都是樂迪文的 但是我自己 你當我投入感太強 什麼都好 瘦的我會當是火棒 大隻的我會當是樂迪文 它入版是叫做Hot Rodimus 然後它變了之後就叫做Rodimus Prime 沒錯 應該是變前就叫火棒 合了就是叫樂迪文 當然了,這個是我們少少情意結 大家不需要太介意 要介意的就看看這次 它給了什麼驚喜大家 一貫就是鐵機巧風格的彩合 每次我都會看到它盒面 其實是會有設計的人員在上面 而這次這隻玩上去的手感 和整個風格和以往鐵機巧有少少不同 包括它身形上 這個是比較受傷的 好厲害 真厲害 以往之前的幾隻 例如阿柏文、塔欣、墮落金剛 或者是Starsaber 你都會看到它是肌肉向大隻 短腰、巨胸、粗腳、粗手的版本 這個感覺上它的造型比較纖細 比較接近火棒本身的體型 設計人員有所不同 盒子也是一樣的 好,我們又要多謝Chris、汪師兄 多謝Chris 打開盒子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非常有鐵機巧風格的 超多配件 真正得爆 但是記得玩一個這麼複雜的玩具 其實它出了名複雜 這麼複雜的玩具的時候 就需要看回說明書 其實我想說它這次鐵機巧 如果和之前那些比 我覺得是更加厲害 反而是二入後 二入後 因為它本身的裝嵌 和之前那些比 我反而覺得還是容易搞 我也覺得它裝插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較好 這隻比起Star Saber 玩起來輕鬆了很多 因為例如Star Saber 合體 那個腳真的合得你 特別是手的扣 其實很難去適應到那個扣的方法 但這個整體來說 容易入口了很多 記得大家看說明書 這次說明書 我都覺得它寫的內容 其實容易明白了 而且全部有英文 你可以自己看很多東西 不過呢 我很欣賞它的說明書 其實講解說來說 嗯 不要介意 我真的覺得它做得好 比Banda 沒錯 而且它的字眼很有趣 它有叫你remove 它是gently 就是 叫你小心地 要很溫柔地去拆它出來 即是它有些字眼上的東西 如果你認真看 因為我就是用英文字 我就發覺 很貼心 寫得很貼心 即是有些溫馨 而且它的字眼上是很有禮貌 有一般日本公司的風範 那我們又看看主體部分 配件非常多 有Hot Rock的主體 一些槍的部分 我通常是玩到才拆的 然後一些裝手的槍 然後大量的手型 一些不同的造型手 拿不同武器的手型 你只有誇張得多過一招 多過一招 多過一招 手都是錢 所以它這些是 因為開手型 我自己做這些的時候 其實不是說鱗色 但是開手其實是很麻煩的東西 所以 多過一招的手是很有誠意的 接著之下 除了第一層的配件 我們都會看到第二層 劍的特殼 背包的翼 然後一套 Beta甲 對 Beta甲 亦都是 叫做洛迪文的甲 或者Armor Beta 然後底層 也會有它本身的居台 不過我們這些窮人 不是我們這些窮人 是我這些窮人 我們這些窮人 是玩普通版的 它本身的特別版 其實還有一把弓 可以變形的弓 但是我們這裡 咦 這是正常版來的 對 沒錯 早知還有一把弓 因為我沒有錢 所以就為了玩這些 喂 然後它還有這個 又幼 又長 又軟 都很硬 你可以調校角度 可以調校角度 這是一個釣魚的意思 對 我們可以立即看看主題 好像沒有弓箭 對 我們首先在這裡 先還原這個 Alpha裝甲 對 Alpha裝甲的部分 我就當是這個 洛迪文 不是 火棒的外甲 對 很多人說 可不可以轉頭 說一下 古鐵 哇 你真會貨 這件古鐵 鐵技巧 有幾個師兄都問 其實你除了說 古鐵 你還有這個 白騎士 還有這個 超軍神 當然你只是說 現在 已經在上甲的時候 我就不差 再吹多一點 其實你見到 古鐵的可動 是挺可怕的 如果跟原本的 古鐵設定來講 今次鐵技巧的魔法 是做得恰到好處的 它將它原本 我叫做粗壯肥大 它完全將它修身之餘 你仍然感覺到那種 強勁的直線條 所以變了 在吸引力來說 是沒有輸線的 最慘的是什麼 它給你一把獅子王劍 原本是夜戰營有的裝備 你現在已經可以有了 將來出夜戰營的時候 怎麼辦 我就有興趣知道 嘩 真是很難猜測 但我想它應該很快就會出什麼 因為修羅神都一次過出兩隻 它還說這個藍色的修羅神已經是加訂 你知道我那天去 我打算訂修羅神 我之前訂了紅色那隻 我去到店舖 我前天 星期四去 我去到 沒有理會 它說已經賣光了 已經停了 截了 然後我說截了 那D4還有沒有 它說 都沒有了 都截了 那剛剛昨天出的新聞 很開心 突然間出新聞 說它再開 沒有 它20號才開 所以等於20號 我不知道到時候 簽席電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簽席電VIP有便宜 所以我窮人又要去拍 好了 我們慢慢來 我們慢慢來 其實你會看到 整個Hot Rod的主體 就是一個比較修長 你看到整體上 跟之前的有些不同 它整體就比較瘦 修長很多的身形 包括可能腰 頸這些部分 你都會看到整體 跟以前的有些不同 挺大分別 因為剛才你分析得很好 就是它任何之前的作品 是用一種很剛強的肌肉感的線條表達 這次這個Hot Rod 它這個叫做Alpha裝甲 是看到完全用了 我覺得 我看到它那個時候 我有點聯想到卡通版的 是的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卡通版是 身體比較大 然後手腳比較幼 它除了胸之外 其實我覺得手腳 是有點卡通版本身的風格 可能是跟回IDW的設定 它整體的分析 亦都非常多 就是一個金屬橙 你感覺到它有些薄噴 它不是那種很厚實的漆鏈 一個薄噴的金屬橙 所以它有一點透透的質感 不知道為什麼 也挺有趣 你只是大腿 你已經看到 同一個色版 但是有不同的深淺層次 這個很可怕 它用顏色的分子 分得很厲害 例如這裏有一個金色 這個橙色是一個紅的金屬橙 又是另一個顏色 這個是一個銅金色 然後它有金屬紅 又有一個啡金屬紅 就是這些啡金屬紅 但是全部都是同一個 tone 是啊 很厲害 在同一個顏色找了很多不同的 混合 你鑽上去的感覺 很順眼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它這樣去分顏色 因為其實調色和韻色是很難的 正如你在這裏看到幾個顏色 撞在一起 你還會看到它的分顏色 但是明顯 就是怎樣說 你看到分顏色 但是它是同一個 tone 其實這些是很辛苦做 然後這個黃色的漆面 也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一個很薄 然後有一種 亮亮的珍珠色 是的 珍珠粉的感覺 其實大家在電視或電話面前看 可以看到那種顏色的反光度去到變 但是你說拿著實物 真是漂亮得不夠 很新鮮 這個 其實無論是造型 或者是設計 它連漆面 都是不一樣的 很有趣的 你想想 你原本洛迪文的顏色 其實那個 tone 是幾 我又不可以叫單調 你會看到看上去很簡單 你看回這個 你可以在洛迪文原本的original color 竟然可以變得這麼多變化 這班傢伙真是神經 是的 時間關係 我們馬上玩可動 因為其實在這個狀態下 玩可動是最好玩的 嗯 例如一些頭部可動 抬頭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它說明書上面提了一件事 因為它的頭的燈 那條線是由身體接上去的 所以它就告訴你 你側轉頭不要超過90度 就是這樣側面不要超過90度 否則那條電線就有機會斷了 如果大家沒有習慣看說明書的話 就可能會出事了 大哥還有幾塊臉給你換 然後頭的一些活動 頸的一些活動 嘩 其實頭的可動是非常之好 很free 那手呢 這次的手就很有趣了 因為以往鐵機巧的部分 在肩膀的活動 不是說這麼多的 特別是向前引的關係 但是這個呢 你會看到它向前引 它說明書都有特意提到 就是可以去到這樣 嘩 遮瑕了 這個不是鐵機巧一貫的設計 這個比較新鮮 跟它兩隻手釣魚有沒有關係呢 也有這個可能 然後它除了向前之外 也可以向上 以往都比較少幅度 這個是意外地大的 它本身可能因為肩膀位 它零零細細有一節突出 有一個空間給它動 對 還有它最棒的是 側近肩膀位兩邊 也有一個可動的格 對 還有它活動之後 它這些地方 也補回了細節給你 那肩膀的部分 它本身可以這樣擺動 也除了這樣擺動之外 可以向後 向前擺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獨立的轉動 有些像大家平時玩 如果它開Metal Bill高達 那肩膀就是分開動立活動 可以變成這樣 也確實 其實我本身也擔心 它這個設計 有機會會比較鬆 就是你不過意劈牌跌下去 真的不用擔心這隻 是 那擔心了七面 我擔心它 除了這些之外 就有它一貫 前面可以打開 但是注意一下 為什麼我這個部分 開得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它說明書 沒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玩那麼長 這個距離 其實它前面會有少許干涉 如果你強行 它就有機會整個飛出來 所以 玩大概這個幅度就OK 不太多 而側甲也可以有 下面打開 上面打開 是一個雙關節 而手臂受惠於這個側甲 就可以向外抬到90度 它這個設計真棒 不會因為本身肩甲的大小 去影響到它那個水平 就是向上移動的活動性 而它也很細心 就是幫你分開 而且還是雙軸 不是單 除了手臂的活動之外 其實它加上肩膀 是可以把它抬上來的 那手的部分呢 也有一個 水平轉 有一個關節 那我這個部分 就要拆出來 那就是看手臂的活動 手臂的活動呢 就有鐵機下一罐的風味 其實它的後臂這個部分 有支油壓管 是會跟著它做一個連動的 等等 我伸近一點 OK 我們再來一次 就是這裡呢 會有一個連動的部分 動得很漂亮 那我手臂摺起來 狀態都很自然 因為最怕就是 後面有一個平跟 那除了手臂之外 手腕的這個 前腕的結構都依然保留著 然後拳頭的一個活動 它其實上下那個 波裝的動的位置都很大 因為它分了兩節 你說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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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分開的 它上面呢 這裡會有個遮囚件 蓋著它的內扣 那拳頭呢 就是用一支直柱插的 所以你跟換手的時候 就不用廢狗猶二虎之力 可能一拔 拳頭不知道 飛到哪裏 我平時也喜歡直柱多些 所以你看我自己做的事情 都會直柱 這個是我千里亂來學回來的 我喜歡 身體的部分 就有一些前轉腰 前轉腰的時候 你會看到胸腹的中間這個尖角 它會有一個向內接的活動 用不容易掛到 它又不是掛 它是連動下去的 然後下腹的部分 也可以有前轉腰 它比較有趣 所以它後面這裡 也要再製造一個補回細節的結構 而平時很多機械人 那個腰部 向後轉是比較受限 大家都比較專注於前轉 它這個很新鮮的 它加了一個關節 是做後轉用的 好厲害 而它這裡是另外 拉伸的一層關節 這個我又覺得很新鮮 因為之前沒有做過這些 這個也很有趣 而為了想避免其他活動 其實它這個底褲的前甲 是有一個可以打開 然後做擺動的 它這裡連說明書也有說到 這個護音位 是可以拉出少少去方便 它一個大腿的可動性 和腰部的轉動 這個設計 是相對其他一些 玩具或者超合金 是比較少的 是挺溫馨的 然後腰部 也可以有這個側轉 在中段的位置 很漂亮 水平轉型 沒有問題 它本身就下了一個限制的位置 令到你不會挖油 184 除了前甲之外 其實這個側甲也可以打開 就為了比腳更加高 大哥真的是 一字踢都可以 我在家試過 真的可以一字踢 然後裙甲側面 也是獨立的可動性 大腿 如果向外踢腿 完全沒有太大問題 雖然未至於去到一字馬 受惠於它本身的設計 對 就是它只是穿著T-back 沒錯 穿著T-back 是比較好活動的 然後抬腳的部分 很有趣 它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新鮮的關節 你玩的時候 它竟然是走齒的 它是走齒一級的活動 它之前那些鐵機巧系列 其實都不是閒齒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 由另外一個設計師去設計 是給了一些新鮮感的玩家 所以你一玩 不同人做的東西 就真的完全是另一個風格 而我覺得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會仇限於公司 如何規範設計師 它就給了很多自由去做這件事 然後大腿也會有一個水平轉的可動 但是向外轉的時候 它有一個限制的位置 它頂住了 因為可能是在Hot Rock的狀態之下 這個甲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它限制了它 但是不怕的 它本身有一個功能 就可以將腳向下拉 那你就可以轉下去了 它連這一節都可以做到這個拉牆 你真的很少可以在大腿位做這件事 是的 但是它這個拉牆其實不是 被它拿來做這個水平轉的 是被它合體之後 增高所用 只是受惠於這個我們就可以玩了 那膝蓋的部分 也是鐵機巧風格的 那就是前膝有連動的關節 也是對摺的 是的 是對摺 那除了前膝之外 其實後面這裡 或者剛才看不到 也會在你屈曲的時候 它就會向來摺摺 那這些的設計 或者是一些對數 是很困難 很花時間的 所以其實做這些 每一下都是功夫 很厲害 所以一向都很喜歡自己學一些 那腳掌的部分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水平轉活動 那這些側甲也可以打開 其實可以關閉一下 本身就著這個小腿的位 或者我叫做腳掌上面 那一節的金屬位 它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細緻 你看到裡面有很多類似房油壓管的設計 而裡面的東西都還有做分析 厲害 即是修理這個架 即是不是浪得虛名 沒錯 直 鞭直 那腳掌呢 除了水平轉之外 也可以向內轉 內側就會有這塊架可以打開 給它轉 也可以向外 它的腳腕的可動性 也挺可怕 沒錯 然後呢 就向前轉腳 腳趾提起 厲害 也可以向後轉 差不多要玩第二樣子了 真的嗎 我還要合體 就是要玩合體 OK OK 那大概呢 本體就是這樣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 貴隻都沒玩 是啊 它的臉是可以去換不同的表情 剛剛有個師兄說了幾次 換臉時你要小心一點 對角很薄身 沒錯 對 但是呢 講換臉的話 有一件事 就是它說明書提到 你都是輕輕地拆它 但是呢 很多人會教你 是這樣兩邊開的 千萬不要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臉罩本身只有中間 一個連接點 如果你這樣拔它出來的話 你不需要用力按一下 拜拜 那我會教你怎樣 即是個人 個人 不代表本台立場 OK 那角呢 其實不算弱的 它比較厚身一點 有膠位 那我就會在上面這個部分 不是拖直角 拖直角底部的地方 然後把它推出來 推 不是在上面咬 是在下面推 那它就會很順勢地畫出來 所以如果你在兩邊開 中間這個部分 就會斷開 你就用上面 在這個口的部分 在這裡用力 推它出來 它就會自主動 滑出來 那關於換臉的時候 就是拖一拖下巴 它就會有一下手感 它就可以換臉了 它反而真的換臉 那塊臉 又不會特別容易 但是它這個設計 也吃得實 是喔 所以這個真的OK 你拖一拖就可以很輕易地 滑出來 那麵呢 我就不換了 那其他的麵箱呢 就會有這個 有這個smack的表情 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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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伊牙的天元突破的表情 這個粉絲 也就是擦大口的天元突破的表情 哈哈哈哈 所有擦大口 全部都是天元突破的 沒錯 都是歸類於天元突破的表情 欸 喔 可以嗎 趁這個空檔 循例都拍一拍背 你會見到其實它有很多 有一個有意思的可動 全部弄出來的 當然 就這樣垂直磚 拉出 等等等等等等 你抹開了 你就會感覺到 根本就是送你一對翼 好玩啊 這對翼 我們就在這裏裝一裝吧 前面一個Alpha的夾 我都拆了一部份 因為呢 接下來我們就會要這個 是不是看了 我也不說著燈 著燈 還有肩膀 一會再玩 對 穿了肩膀在這裏 穿了肩膀在這裏 肩膀可以在這個地方打開 然後它又有一個燈 按一下就可以打開眼燈 好光喔 對 然後頭部的部份 它的眼和胸口都可以著燈 那顆仔也是很隱藏的 那就在底部扭一下 就會按到一個按鈕 多漂亮 而燈是很光的 嗯 這裏真的太光 我可以了 很光的 看到了 看到了 剛剛那個射燈這樣射著 OK 那兩邊肩膀都可以著燈 那我們現在就要換甲 BETA 那換甲的時候 其實阿德哥剛才也說過 就是 它踩起來 很輕鬆 Yeah 我猜不到是這麼輕鬆 因為 你知道這些換甲 是經常都是最浪漫的地方 是流流汗的 每次都 但這個就很順暢 真的順暢 真的順暢 那你拆一下拆一下 就會發覺 哇拆了這麼多東西 大哥 多一句 你們看是個癮的 當我們收的時候才會痛苦 嘩 這麼想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先把東西拿給你 擦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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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雖然有件多 但本身它的組合性 都是非常順暢 因為它本身做了那些裝配位 對 它分了另一個物料去幫裝配位 令它更加容易裝拆 嘩 真的拆很多東西 可以 真的拆光 為什麼它會是我今年的BestBuy呢 它一件玩具 可以給你兩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它變成一個素體 它現在的裸體 你看 拆到整個桌子都是 好了 你看素體 裸體 其實跟著也不用介紹 你只拍著阿加 如何把Beta夾裝上去 就已經很過人 過人是不會跟任何順序進行的 我們這個勇者風的合體 左右開工 厲害 工業意外 好感 全台都爆了 感覺一流 跟著大腿的部分 就是這個要拆開的 有就是剛才 我們就要拉一下 就是增高用了 就是增高用 就是增高用 又提外話少少 本身Jazz都已經開訂了 夠薑的就繼續去 Jazz都是這班設計師做的 因為都是一個新的風格 都是這個風格 就是又要 我反而覺得今次Jazz 它跟原本的版本都類近 relatively 就是本身 其實某程度上 你不要介意 你把它的顏色 卡拉通轉了 你說它是樂迪文 其實都未必似 但是Jazz 你一看就知道它一定是Jazz 那個也是IDW設定之下的版本去修改 對 大家觀眾最喜歡看的東西 被我阻止了 沒錯 放心我很留心你每一個動作 好 腳部 接著又把那兩支手炮 插到腳上 手炮插到腳上 這個真的很爽 這邊真的是手炮 本身都8899 其實換了胸甲 本身的造型已經完全是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 這班人很可怕 這班人 還有那些工具 待會再放 這個待會再放 太有掃味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肩膀上面有兩個柱 插到兩個洞 插到兩個洞 你會看到其實將Beta甲上去 在狄民身上 跟剛才這個Alpha甲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風格 所以玩下去的感覺 也有完全 帶了一種完全全新的感覺 給你 樂趣就是在這裡 一計兩尾 現在變成超級是 沒錯 有點像古鐵 是啊 有一點 好 好 上碼背包 看看正面 嘩 二字鉗藥 不好意思 嘗試一下 那馬上由超級瘦弱的火棒 搖身 變成了洛迪文 然後呢 其實我呢 還欠前臂的兩個件 是未上的 那為什麼不上呢 就是因為 這裡要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武器呢 畢竟是鐵技巧 當然是有些好技巧的東西 就是 你呢 如果將這個東西按下去 唉 看不到 按下去呢 它就會藏著一支炮 伸出一把刀 或者是你 就藏著一把刀 伸出一支炮 你說是不是很大的差異呢 它就不是的 但是 它很有心機去做這件事 給大家 就是有一個劍力玩一下 所以它很有趣 它說明書就是 特意有一欄 就是寫每件東西 有劍力看到 它就特意寫完是Gimmick來的 它不是說給你可動 是的 它就很知道自己的賣點在哪裡 還有肩膀 還有肩膀 還有一些Gimmick的東西 那除了手之外呢 就是肩膀這個呢 也是 我們拆下來 那你見到它本身的樣子 就類似一個噴射器的部分 但是呢 它是可以這樣 做一個 抹開 打開 打開了之後呢 也是可以將這個部分 按下去 它就推出來 真的厲害 多了幾個發射器 再把刀拉出來 真的厲害 那它就可以轉到後面 你當作一個多用途的炮 沒錯 或者是這個推進器都可以 這個炮的設計真是厲害 很厲害 對 手和腳的圓形洞子是一樣size 所以武器是可以互換來玩 原來是這樣嗎 正啊 不過本身腳的武器其實是插在手上 對 那肩膀也一樣 對 主體合成了之後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亮燈 其實它這個肩膀也是可以亮燈的 那我們就把後面呢 這裡有一個車尾燈的蓋 打開 很絕 收起來的電位 這些路 而它的開關鍵也很絕 開關鍵在哪裡呢 就是這裡有很小的花紋 按一下 嘩好光啊 正啊 都不需要遮蓋 真的有了有了 這個好光啊 對 那除了主體上面的這些玩法之外 因為剛才可動我們看過了 燈現在都看過了 那我的主體呢 是時候可以放在哪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先找一下 好 還有五分鐘而已 快快快快 來來來來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武器 一支手炮 有一支Rifle 而且還有另一支Rifle 那其實這幾支武器呢 它在說明書上面 都是寫它有機密的 就是例如 這些這樣的翼仔 可以兩邊打開 那打開有什麼用呢 它本身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那但是 接下來呢 前面這支呢 就比較有趣一點了 那下面這支呢 可以打開 給你插手去插武器 那接著之後呢 收起來 前面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 這樣拉長的 對啦 這樣長的 那拉長是做什麼呢 後面這個新的翼仔呢 就把它插回炮嘴 插回炮嘴 整個炮嘴 它可以插進去 那它就成為一支合了體的炮 對啦 這樣就變成前渣後渣了 那除了這支炮之外呢 那我們呢 還有它這把 另一支炮 那它本身是一支炮 這個呢 除了是一支槍之外呢 都可以拉直它 將這個放上去的時候 嘩 將這個再轉上去 沒錯 它就變成一把劍了 那還有什麼呢 它是有Strike 這個劍裝的部分 把這個拉過來 還拉上來 那接著呢 是怎麼用呢 就是 它都有劍裝的Effect 就把它裝上去 嘩 這個很厲害 對了 那除了 對了 除了剛才轉上來之後 還可以拉高的 那拉高呢 就不是這麼用的 拉高我們應該說 怎麼用 那這個呢 就拆上去 就成為這個劍Strike的武器了 那還有它呢 你會看到它 比較有趣一點 就是它這個 握手柄的位置 其實上面還有一段 就是給你雙手持劍用的 好可怕 對了 那有一樣說明書 沒有提到的 其實它這裏呢 有個小鞋子 那剛巧呢 它那個腰位 那個底褲那裏呢 其實是有個洞的 那它就用來插上去 嗯 其實隨便吧 我打算買尾才可以 嘩 隨便吧 就可以收到這裏 插在這裏 那現在不插了 那是時候呢 就玩完最後的東西 咦 我們要多謝阿Sam Sam淵師兄又支持我們 謝謝Sam 謝謝Sam 其實我現在在後面 看到它的電線 在頸上 是啊 有兩條一紅一黑的電線 那剛才呢 拉長了的版本之後呢 就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把這裏插開 就是你們說的釣魚 沒錯 這是姜泰公釣魚 那上面有卡扣 扣下去 哇 又很有型 真是 真是 如果大家有看開 當年的動畫 會見到這個 火棒釣魚的情景 真是正到嘔 時間關係 好 搞定 就是這樣了 我們就可以釣魚了 而這個魚勾 我相信也沒有什麼魚 會釣的 應該都是作攻擊用的 沒錯 好像全職獵人小剛 那個釣魚波波一樣 是用來拼人的 沒有話說了 整件事大家看到 是多麼有型 我很喜歡它玩下去 這次很友善 很有趣 它很另類 很不像機械 還有它還可以 不用擔心 你那些裝甲位 互相撞 這些 這些 它全部都被避 對 它很友善的感覺 它遷就了你很多東西 你不需要很害怕青 刮到哪裡 都是那句 或者想拍一拍 這個工具 透明件 銀色 金色 賞色 全部都很漂亮 亦都是一些 閃粉狀的東西 在這裡 重點是什麼呢 它不會有什麼 花痕 有些塵在這裡 這些路 這些賞色我就高興 這些QC就OK 那些黑鐵色多完美 神經病 有沒有補償啊 沒有 時間關係 是想收檔 沒錯 記得大家 如果要訂修羅神藍色的 20號 記得去訂 因為 英文籃球 很少數 到時候 讓阿嘉 跟大家介紹藍色 好 待會見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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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